一个华人灵源购去奶茶店抢了100美元 现在可能面临最高15年间进 没听错 这个哭笑不得的事就发生在咱们现在所在的旧金山 前两天下午 一个华人男子温浩利大油大白走进一家奶茶店 只见他先是走到监控死角 然后从侧面绕到收音台 直接掏枪索要钱财的同时开始翻抽屉 最后就找到100块跑路了 但让人没想到是这哥们过两周之后 又来奶茶店门口溜达 这一下就被钱贷发下了 于是赶紧报警 随后警方就将其逮捕并关入监狱 现在他被指控犯有二级抢劫罪以及非法持枪罪 最高可判15年监禁 那可能人就问了 为啥黑哥哥抢苹果摄影挺都一点事没有 这哥们就得进去待15年呢 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因为这哥们掏枪了 一般来说刘元购属于盗窃是轻罪 而一旦持枪那就是抢劫了 那就是重罪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肤色不容缺了 现在旧金山刘元购已经是无法无天了 警察对于黑人确实束手无策 万一你给他抓住他那个整个I can breathe在你手里再背过气去 那进局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了 人家正愁抓不着人完成不了这业绩 你一个华人刘元购就不往枪口上撞吗 直接杀其一镜猴 这哥们被打掉之后 旧金山警察官发言底气都足了 说小企业是我们社区的命脉 雇员和顾客必须得到保障 持枪抢劫猎猎人恐惧 我将尽我所能 确保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中被追究责任 会让其付出代价 三斤估计 这哥们也是个新手 纯纯的零元购业余爱好者 黑哥哥长得本来就黑就不好认 人家在作案的时候也知道戴口罩和帽子 这哥们可倒好 明知道自己有肤色debuff 还有光满面的进气 还穿了双椰子 是你可能是觉得外国人对华人脸盲 但你也要知道 零元购的华人放眼全美都没几个呀 结果你抢的还是个华人奶茶店 就这智商作案 你被警察逮真是一点都不冤 据旧金山警局的官方数据来看 二三年旧金山市共发生了6050起入室抢奸 而盗窃案则更是达到惊人的36631起 共54635起犯罪 三斤那么掐着一算 每天150起平均不到10分钟一起 这么看GTA还是保守了